Hello大家好,我是巴雷地宝 分享法国,买房,理财,避税,还有福利的经验 没有订阅我的频道,记得订阅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重要的视频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家庭赠予呢,我们现在可以直接在网上申报了 原来我们都是需要去税务局或者是寄信给他 现在可以直接在网上 不仅是可以申报,还告诉我们如何去申报 以及对于不同的赠予人,我们如果超过这个额度之外 要交多少的税,这些都会帮你计算好 真的是非常好 这期视频最后也会由官网告诉我们 我们的赠予额度到底是多少 以及到底如何去做计算 非常的重要,我们直接看下去吧 首先我们登录我们自己的税务局的官网 自己的账户 登录之后你就点这个declare 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 就是你已经收到钱了 那么就点钱袋子的左边这里就可以申报 进去之后第一页它其实是给你一个原则性的说明 什么叫做赠予,如何赠予的 谁赠予 以及什么时候就应该申报赠予 这些原则性的问题啊 我在前面的几个视频都和大家讲了 如果大家没有看的也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 下一步他问我我是否是这一次赠予的受益人 我点的是左边,然后他会问一下我的身份 鉴于我个人的信息啊我就不给大家展示了 一般这个税务局已经帮我填写好了 毕竟我是在我自己的个人空间里面 他已经有我所有的信息了 所以我点进去这个步骤的时候啊 已经是帮我把我的生日啊名字啊全部都写在里面了 下一步他问我我自己是否是下面的这些特殊状况 比如说残疾啊当国兵啊战争啊或者是受害者之类的 我选的是没有这些特殊的情况 第四步他问我我这次申报 是我自己想要申报 那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因为税务局可能找我了 叫我申报 那我就写第二个 第三个是赠予人身亡的情况 所以一般来说大家就选第一个就可以了 第五步他问我给我钱的人的情况 就比如说父母啊那我就随便写了一个比如说母亲这是我随便写的名字啊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赠予人的情况填写这个身份信息 填写完了在最下面啊他会问你这个赠予你的钱的人和你是什么关系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非常多的关系可供选择 比如说啊爸妈之间啊长辈之间啊然后有一些 伯伯啊叔叔啊侄子啊 就各种关系都有了 同时啊也有我们自己的伴侣之间不管是结了婚的还是backseed的 也是有一个赠予的额度的额度是多少我们待会在后面会和大家一起看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大家就可以大胆的做一些测试了 比如说你想知道除了自己的父母还想知道自己的大伯如果赠予给你的话 要交多少的税 如果是自己的 爷爷奶奶给自己的钱要交多少的税 都可以填在这里进行测试的如果你在这里觉得一个人给你钱不够啊你觉得 全家老小全部都要给你钱 那么你就可以在这里 增加另外一个赠予人 但是大家如果做测试的话那你就加一个两个就好了 加的太多可能你自己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算 在这里啊我填的是父亲或母亲的赠予 下一步第六步他问我这次赠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可以是现金的形式或者是股票的形式 或者是 艺术品的形式 我选的就是直接 现金赠予 大部分人也是这个情况 直接是汇款的 下一个问题他问我这一次赠予 多少钱 以及赠予的时间 我就直接选择了比如说 今天7月27日 然后一共赠予了130k 然后下一步 他问我这一次说到的 来自于这个人的钱 是不是 在15年之间 我也收到了其他的这个人的赠予 如果是同一个人 也收到了其他的赠予 那肯定他是要累加的嘛 15年要累加这个数字 但是他这个网站啊功能不全新开发的嘛 所以他不能够给你去计算之前的赠予 所以如果你选了无益的话 那你这个就不能走下去了 他直接让你 还是去 税务局去申报 所以如果是这个人的 第一次在15年间的赠予 那么你可以用这个网上 直接做申报了 但是如果他这个人给你 在15年之间 还有其他的赠予 你需要累加的话 那就不行了 还是得用传统的 纸质的报税的办法 纸质的申报办法 我也在我之前的视频和大家分享过了 既然我们是测试嘛 我就选择的是 这15年之间 这个人没有 再给我其他的钱了 这是第1次给我这个钱 下一步啊 就是这期视频的重头戏了 我一共收到了我父亲或者是母亲的 130k 就是13万欧元 13万欧元是来自于一个人啊 如果是有两个人 那你就在我前面的那个地方 一定要增加第2个人 现在他就是一个人 不管是父亲或者是母亲 我填的是母亲啊 Madame 所以是13万欧元呢 他分成了两个批次 一个叫做 Exonal Hachion 第2个叫做 Apatmo 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东西啊 第1个他填了 31,865欧 这是一个 额度 另外剩余的 什么剩余的 就是用13万 减掉 31865 剩余的 98135 填在了第2行 这个Apatmo 里面 这个是官网的解释啊 前面有好几期视频 有观众质疑我的 那我们直接 自己看一下官网嘛 他就写了 31865 这是 每一个赠与人 给予你的 这么一个额度 每一个条件啊 都列在这里了 你可以是 15年之间 一次 或者是好多次的赠与 反正累加起来 就是31865 这么一个额度了 不能超过 赠与人啊 要少于80岁 而且 收到 这个赠与款项的人 也是有条件的 要么 你就是 这个赠与人的 小孩 或者是孙子孙女 就是子子孙孙都可以受益 或者如果赠与人 没有小孩的话 那么他就可以 把这个钱赠与他 他的侄子啊 侄女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对照 这些条件 看你符不符合 之前有太多的观众问我了 说他是不是符合 31865的 那你把自己的这个几个条件 都对一下 比如说你的赠与人超过了80岁 那你这个就不行了 你就没有 31865的这么一个额度了 你就需要使用下面一个额度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另外一个额度吗 About mode 这么一个额度 这个额度同样是15年的 之前有很多人跟我说10年 看一下 是15年 如果是 父母子女 这么一层关系 那么就是 100K 一个人 10万欧元 一个人 这个额度可以看一下 是下面 这些关系里面最高的 这也是为什么 我一直是建议大家 如果是走赠与的话 那么你就走 父母赠与 这个额度是最高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2个 就是如果是 祖辈的 31865这么一个额度 然后第3种 就是自己的兄弟姐妹赠与 只有 15983 在下面如果是 子子 子女 那么只有 7967了 更少了 最少的这 5300亿 跨了好多代的 这个 好上面的祖辈的 给 小孩的 这么一个 只有 5310了 还有很多人好奇的 就是如果 夫妻之间赠与 原来也是要报税的呀 也是有这么一个税收的额度的 是 80724 所以夫妻之间啊也不要随意的赠与 不要超过这个额度了 这个夫妻包括结婚 以及签backset 都是有这么一个额度的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计算啊 因为我当时就写了我的母亲给我的 13万欧元 首先 他先把你这个 Axon Hachion的这么一个额度占满了 我的是符合的 因为之前已经填了赠与人的年纪嘛 没有到80岁 对而且关系是父母关系 所以 符合第1个条件 所以是31865 这个他先帮你 占满了 如果你是 手动报的 也是先把这个占满掉 然后 再填 abotment abotment这个数字 就是 把你这个赠与的钱数 减掉你刚使用的 31865 就得到了你下面这个数字 那我这个例子 就是98135这个数字 98135 没有超过 母亲的10万欧元的这么一个额度 所以呢 我最后需要交的税是零 就总的加起来 我还是 在这个额度之内的 如果你超过这个数字 就需要交税了 我之前也自己的按自己算了一下 比如说母亲给我26万 我当时就写了一个人的 然后我测算出来就要交很多的税啊 所以一定 如果你是 超过了一个人的份额的话 那你就再用你父亲的嘛 再加一个赠与人的 那你们两个人一起来赠与的话 那么你的份额就不会超过了 关于赠与的其他的详细的信息呢 我在之前的视频也和大家分享了 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给我的视频点个赞再走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by bwd6